迈入第五届的美丽基隆影片甄选比赛 已经成为近年国内重要的影像创作活动 除了用镜头诉说基隆的故事外 今年在影片组及摄影组更增设新基隆奖项 邀请创作者记录基隆的翻新与改变 当然我们在原来的比赛项目 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摄影 能够呈现基隆的美丽 不管是基隆的故事或是基隆的景色 那今年特别有一个新基隆的主题 那这个新基隆的主题也就是希望 透过所有我们的比赛者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来告诉大家基隆的转变 那这个新基隆的这个主题呢 会分为摄影组跟影片组 那会找出这个就是评选出这个奖项 另外在评比部分 第五届美丽基隆也将打破过去 依得奖名次排序的科救 改采影展模式 入围影片将由评审选出 评审团特别奖 最佳导演 最佳剧本人奖项 要的是我们打破了过去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样的一个 评选的方式 我们特别透过影展的一个概念 增加这个评审的这个奖项 所以我们会有最佳影片组 最佳摄影组 所以我们不会是用第一名第二名的这个概念 去做一个评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美丽基隆影片 甄选比赛也首度要上国际级网路平台 除了打响活动知名度 更透过开放平台的分享 让国内外民众都能参与 扩大行销基隆这座美丽城市 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Fill Freeway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些比赛的作品 也能够在国际上曝光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奖项的概念跟奖金 还有包括我们评选的项目 都跟过去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为了鼓励民众使用不同的媒材 第五届美丽基隆影片甄选比赛 也特别增加最佳手机摄影奖项 另外还有网路人气奖 影片组报名从即日起到7月29号 摄影组则到7月15号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邀请大家踊跃投稿 展现不一样的新基隆面貌 记者张其辰基隆报道